基础生物下第四章遗传 这是第四章第一份的练习题 第一题 请您在实验课中进行观察洋葱跟间细胞的染色体以后 他对染色体的组成很有兴趣 他请教老师 洋葱跟间细胞的核酸中 具有ATCG的含氮碱基是核干酸旧四种吗 老师回答不是 请问下列核种答案是正确的 我们知道生物体的构造里面 所含的核酸包括有核糖核酸 也就是RNA 还有去氧核糖核酸 也就是DNA 所以在生物体内的核酸有两大类 包括DNA和RNA两大类 可是RNA里面所含的含氮碱基 包括有AUCG 而DNA所含的含氮碱基 则有ATCG 所以在DNA与RNA 它们核酸当中 其中所含含氮碱基 共同的部分 有ACG 可是因为DNA与RNA 它们是属于核酸系列 核酸本身是一个聚合物 它是由核酸所组成 而由于核酸的构造 包括了一个五碳糖 旁边接上一个含氮碱基 左边这里则接上磷酸基 这是一个核酸的构造 可是DNA的核酸 还有RNA核酸 因为五碳糖的结构不同 DNA里面的五碳糖 是去氧核酸的构造 而RNA里面的五碳糖 则是核酸的构造 由于五碳糖结构不同 因此所形成的核酸酸 虽然有相同的含氮碱基 在DNA里面 旁边这里的含氮碱基 即使是线飘0A 左边这里磷酸基 可是因为五碳糖 在第二个碳的地方 这里没有氧 所以这个是DNA 去氧核酸的构造 RNA的构造 它包括了一个五碳糖 旁边这里含氮碱基 这里同样线飘0 因为在第二个碳的地方 这边是含氧的核酸 所以第二个碳的地方 有OH的构造 左边这里是零酸基 所以虽然上下两个都有线飘0 可是上面这个因为是去氧核酸 底下这个是核酸 所以两种虽然都有A的含氮碱基 可是是不同的核甘酸 所以依此类推 DNA还有RNA当中 含氮碱基 我们知道有A T C G U 含氮碱基的种类有这五种 DNA和RNA都有线飘0 可是DNA有输线密定 两者都有胞密定 两者也都有鸟飘0 RNA则只有尿密定 所以 下一题目要问 核酸里面含有ATCG的核甘酸 总共有几种 含A的核甘酸有两种 含T的核甘酸只有一种 含C的核甘酸有两种 含C的核甘酸有两种 所以全部加起来 总共有七种核甘酸 所以第一题 含有ATCG不同的含氮碱基 所组成的核甘酸 总共有七种核甘酸 所以第一题 猪的答案 第二题 现有甘酸和野两种品系的 果蝇进行杂酵 以至ABC用于三个不同的染色体上面 其F1指代进行自焦 则以下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先看原本甘给你两个清代 因为甘是AABBCC 全部都是大写的 以至ABC全部都是小写的 两个都是属于成品系 所以对甘酸以AABBCC 和小N小N小B小B小C小C 这个我们称为清代 两个清代杂交 这时候所形成的第一指代 于是一定是大A小A 一定是大B小B 一定是大C小C 这个是第一指代 所以所产生的第一指代 如果互相自焦 这时候把大A小A 大B小B大C小C 我们再两个互相交配 大A小A 大B小B 还有大C小C 两个F1互相杂交 这个称为自焦 我们先看A选项 假在形成配值的过程中 第二次减速分裂前期进行联会 A这个是错的 染色体进行减速分裂时 联会是在第一次减速分裂的时候 联会是在第一次分裂的过程当中 所以第一次分裂过程常有联会 第二次则没有联会了 所以A这个是错的 B 假和乙更会产生三种配值 B这个是错的 假所产生的配值 一定是大A大B大C 乙所产生的配值 一定是小A小B小C 这是两者所形成的配值 所以两个配值都各只有一种 所以并不是三种 因此都各产生一种配值 C F1是将产生的F2子带里面 其基因形式总共有八种 虽然有三组不同的基因 可是每组基因则是互相独立的 所以如果问基因形式 因为 A大A小A和A小A 对D组来讲 对D组基因而言 大A小A乘大A小A 所得到的基因会有大A大A 有大A小A 有小A小A 所以基因形式有三种 因此 如果F1自交之后产生的F2 这时候它的基因形式 A的基因有三种 同样B的基因形式有三种 C的基因形式有三种 所以乘起来总共有27种 所以它们基因形式总共是27种 并不是八种 所以C这个是错的 如若F1只带进行四交 则会产生八种表现型的F2 因为F1是大A小A 大B小B 大C小C 可是如果四交是指把F1跟小A小A小B小B 小C小C 两个互相交配 这个我们称为四交 所以如果F1跟纯引性的四交 因为所产生的A所产生的子带 一定是有大A小A和小A小A 所以一定有两种 而同样的B也是有两种基因 C也是有两种基因 所以总共基因形式会有八种 因此如果F1子带进行四交 则会产生有八种表现的F2子带 所以诸这个是对的 一 若ABC三个基因而不经移传 则F1四交以后产生F2子带中 大A小A小B小B 大C小C 和小A小A大B小B 大C小C 它们两个的表现型完全不同 一 这个是错的 因为现在题目说 如果ABC是多基因遗传 多基因遗传 我们只考虑显性的数目 并不考虑它的位置 所以F1资交以后产生的F2子带 如果前面这个有A、C 有两个显性基因 可是后面这个有B和C 也是有两个显性基因 所以显性基因的数目如果相同 则表现出来的特征也会相同 和基因的位置没有关系 所以如果是多基因遗传 我们只考虑显性基因的数目 并不考虑显性基因出现的位置在哪里 所以前面跟后面如果多基因遗传 表现型会完全相同 所以E这个是错的 因此第二题正确只有猪是正确 第三题 残痘症为隐性的性别遗传 残痘症患者吃到某种药物或者残痘时 会引发溶血反应 小孩的父亲为残痘症患者 而小孩则不具有残痘症 请问小孩与一个正常男性结婚 所产生的儿子和女儿为残痘症患者的几率是多少 因为残痘症是隐性的性别遗传 可是引发残痘症的基因是在X染色体上面 所以小孩的父亲是残痘症患者 所以小孩的父亲是XY 可是引发残痘症的基因是在X染色体上面 所以我在X上面打一撇 这个表示有残痘症的基因在 可是对男生来讲 X只要有一个基因 这个男生就具有残痘症了 所以小孩的爸爸是残痘症患者 可是小孩没有残痘症 表示小孩的妈妈她可能是XX或者是X1X 而这时候小孩所得到的基因从爸爸拿到X的基因 所以从爸爸身上所得到的是有残痘症的基因 可是从妈妈身上所得到的这个X是正常的基因 所以小孩他体内有残痘症的隐性基因 可是小孩本身并没有引发残痘症 这个是小孩的基因 如果小孩他跟正常的男性结婚 这个正常的男性一定是XY 也就是这个正常的男性 他体内没有残痘症的基因在 所以所生出的儿女 如果是男生的话 男生这时候从妈妈身上拿到一个X 可是有1分之1的机会 从爸爸这边一定是拿到Y 所以如果生出来是儿子的话 关键在小孩的身上也就是在妈妈的身上 如果妈妈身上有两种不同基因 则儿子有2分之1的机会 因为有可能拿到的是X1'Y 或者是X正常的Y 所以有2分之1的机会会会患有残痘症 可是如果女儿的话 女儿可能从妈妈身上拿到X一撇 可是从爸爸一定拿到正常的X 或者从妈妈身上拿到正常的X 或者从爸爸身上拿到也是正常的X 这时候女儿就一定没有残痘症了 所以小孩跟正常男性结婚 如果是儿子患有残痘症的几率是1分之1 可是女儿患有残痘症的几率则是0 所以第三题 1的答案 第四题 果蝇翅膀有长痴跟短痴两种形状 而肝毛则有直毛和卷毛两种形状 以之长痴对短痴 直毛对卷毛为显性 则一对异形盒子长痴卷毛 和一对异形盒子短痴直毛果蝇交配 产生的子带有几种基因型 有几种表现型 因为果蝇的青带 它现在是异形盒子的长痴卷毛 长痴是显性 如果大A表示是长痴 而大B则表示是直毛 所以异形盒子的长痴卷毛 一定是大A小A小B小B 还有另外一个异形盒子的短痴直毛 因为如果短痴一定是隐性 所以是小A小A 可是直毛是显性 可是要找异形盒子的 所以一定是大B小B 因此如果大A小A和小A小A 所产生的基因形式 一定是大A小A比上小A小A 两种比例是1比1的比例 所以所产生的子带 A所形成的基因有两种 可是小B小B跟大B小B 所产生的基因子带也是有两种 所以基因子带总共有四种基因子带的形式 所以基因形式有四种 可是对翅膀而言不是长痴就是短痴 对于肝脑而言不是直毛就是卷毛 所以所形成的表现形也是有四种 因此所形成的子带 基因形式有四种基因形式 而表现形也是有四种 所以第四题 诸的答案 四种基因形分别是 大A小A 大B小B 还有小A小A 大B小B 还有大A小A 小B小B 还有小A小A 小B小B 所以总共有这四种基因形式 这四种基因形也刚好配合四种不同的表现形 所以第四题 诸的答案 第五题 切内色盲普系中何者错误 图中方形表示是男生 圆圈表示是女生 黑色则表示是有色盲 所以我们先看每一个选项里面的情形 首先A选项 因为色盲是属于性点遗传里面的隐性基因遗传 如果黑色的表示有色盲 可是圆圈表示女生的色盲 所以女生是XX 而女生的色盲 则是两个X 她们都有色盲的基因 所以我们上面打一撇这个表示有色盲的基因 而男生如果正常则表示男生XY 她的X是一个正常的基因 所以产生的子代女儿一定是从爸爸拿到一个X 可是从妈妈拿到一个X有色盲的基因 所以男生是正常 因此男生一定是XY 所以产生的儿子是从爸爸身上拿到正常的Y 而从妈妈身上拿到正常的X 而女儿则是从爸爸拿到正常的X 从妈妈身上可能拿到正常的X 或者也可能拿到有色盲基因的X 可是女生必须要两个基因都有色盲 她才会产生色盲 所以A这个图是合理的 B选项 图中黑色表示色盲 这个是色盲的男生 所以男生XY 可是X有色盲基因 而产生的女儿 黑色的表示女儿是色盲 因此女儿的两个X都有色盲基因 可是一个色盲基因是从爸爸来 另外一个色盲基因则是从妈妈来 所以妈妈是正常 可是妈妈有一个色盲的基因在 而这个女儿和男生结婚 这个男生是正常男生 所以这个男生是正常的XY 产生的儿子从爸爸身上拿一个Y 从妈妈身上拿一个X 可是是有色盲基因 而产生的女儿从爸爸身上拿正常的X 从妈妈身上拿有色盲基因的X 所以女儿会是正常的 所以B这个是合理的 C的选项里面 儿子是有色盲基因 所以儿子XY可是有色盲基因 所以X一撇 女儿两个色盲基因都有 所以女儿是色盲 父亲是色盲 所以父亲是XY 可是父亲有色盲基因 所以从爸爸身上拿到Y 于是妈妈身上一定有X基因 可是妈妈正常 所以妈妈有一个正常的基因在 所以这个男生是正常 所以这个男生是XY 可是女儿这边 从爸爸身上拿一个正常的X 于是从妈妈身上拿一个有色盲基因 因此这个女生有色盲基因 可是她正常 所以另外一个是正常 所以C这个是合理的 女生有色盲 所以这个是X一撇 X一撇 儿子是正常 所以儿子XY没有色盲的基因 因为男生是正常 男生就是XY 可是没有色盲的基因在 所以我们看女儿这边 女儿有 女儿有一个是爸爸的基因 可是女儿两个基因都有色盲 所以注意这个图是不合理的 因为女儿如果色盲 一个基因一定是爸爸的 另外一个基因则是妈妈的 所以妈妈是有一个色盲基因 可是妈妈正常 所以妈妈是X一撇 比X 所以错的是这一个应该要把它涂黑 所以猪这个是不对的 一 女儿色盲 所以女儿是X一撇 X一撇 父亲这边色盲 所以父亲这里是XY 可是X有色盲基因 所以女儿是色盲 一个色盲基因是爸爸的 另外一个色盲基因是妈妈的 所以妈妈正常 所以妈妈XX 可是有一个色盲的基因在 所以产生的儿子 从爸爸身上拿Y 可是从妈妈身上拿到正常的X 而这个女生正常 可是母亲这边有色盲 所以母亲这里是X一撇 X一撇 而男生则是XY 它是一个正常的基因 所以这个女生 她是从爸爸拿到正常的X 可是从妈妈拿到有色盲的X 所以依这个图这是合理的 因此第五题 有错的只有X 这个是有错误的 第六题 甲利用限制酶对载体进行切割 以感染至宿主细胞 并利用限制酶切割出目标基因 丁目标基因与载体结合 上述从甲到丁为基因转质的过程中的步骤 现在关于此过程的叙述 何者正确 A 甲和饼可以任意使用不同的限制酶切割DNA A 这个是错的 因为 用限制酶切割目标基因跟载体 需要使用相同的限制酶 而不是用不同的限制酶 所以A 这个是错的 B 载体可以使用DNA或RNA B 这个是错的 我们选择载体一定是要用DNA不是用RNA 所以B 这个不对 C 正确的操作步骤为甲丁丁的步骤 C 这个是对的 进行基因转质的过程 首先 先用限制酶先对载体进行切割 所以 甲 这是第一个步骤 而一般我们在选择载体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细菌的质体或者用病毒的DNA来进行切割 其次 我们用相同的限制酶来切割出目标基因出来 所以柄 这是第二个步骤 切割载体和切割目标基因 两个所使用的限制酶必须是相同的限制酶 然后将目标基因与载体进行结合 于是结合之后 以将重组DNA送至宿主细胞里面 所以顺序是甲丁丁乙的顺序 所以C 这个是对的 柄 使用DNA聚合酶 将目标基因与载体结合 柄 这个是错的 我们把目标基因和载体结合 是用DNA结合酶 不是用DNA聚合酶 所以柄这个不对 DNA聚合酶 是在进行DNA复制的时候 需要采用的酵素 可是 我们将目标基因跟载体结合 所需要的是结合酶 不是聚合酶 所以柄不对 1 进行基因转值的子体 可以用来 携带DNA的蛋白质分子 1 这个是错的 基因转值的子体 一定是用DNA分子 而不是携带DNA的蛋白质分子 所以目标基因跟载体 一定是DNA 它不能够是蛋白质分子 所以 1 这个是错的 所以第六题 正确 只有C 是正确 第七题 右图为某家族虚有病的遗传谱系 圆形表示女性 方形表示男性 图黑表示患有虚有病的患者 没有图黑 只表示外表是正常的 虚有病患虚有病的几率是多少 我们先看图上 因为虚有病是属于性能遗传的隐性疾病 所以中间这个是男生 可是他是有虚有病 所以男生是XY 可是因为他有虚有病 而虚有病的遗传基因是在X染色体上面 所以表示X染色体上面有虚有病的遗传基因 所以我们把X上面打一撇 表示有虚有病的遗传基因 所以上面父亲这一个 这个是正常的男生 因此这个男生一定是正常的XY 而女生则是XX 可是底下这个儿子 他的Y是从爸爸来 他的X是从妈妈来的 所以在妈妈体内有一个隐性的遗传基因在 从X上面打一撇 表示有虚有病的遗传基因 而生成这个女生 女生是从爸爸拿到正常的X 从妈妈 因为她也正常 所以表示从妈妈的身上拿到的可能是正常的X 或者是有隐性基因的X 而对乙来讲 乙也是从爸爸拿到正常的X 有可能从妈妈拿到正常的X 或者从爸爸拿正常的X 从妈妈拿到虚有病基因的X 所以乙有虚有病基因有二分之一的几率 如果乙是有一个隐性基因在 甲因为是正常 所以甲是正常的XY 所以甲如果是男生 则甲从爸爸拿到正常的Y 如果乙是有二分之一的几率 则乙可能是正常的X 或者有虚有病基因的X 因此甲拿到有虚有病基因的几率有二分之一 所以对甲而言 如果甲是男生 因为乙有二分之一的几率 而甲在拿到有虚有病基因的几率在二分之一 所以甲患有虚有病的几率是四分之一的几率 可是如果甲是女生 则甲从爸爸这边拿到正常的X 从妈妈可能拿到正常的X 或者拿到虚有病的X 可是只要爸爸是正常 女儿的体内就一定有一个正常的基因在 因此女儿就不可能有虚有病 所以女儿的虚有病几率它是零 所以如果甲是男生 则患虚有病的几率是四分之一 如果甲是女生 则虚有病的几率则是零 所以第七题C的答案 第八题下列性状表现的结果 有几项无法以莫德尔的遗传法则来预测 因为莫德尔的遗传法则 它只能适用在显性隐性的遗传基因上 所以只有先隐性遗传 这个是莫德尔的遗传法则 而中间型遗传 因为大A小A乘大A小A所得到的结果 有大A大A 有大A小A 有小A小A 所以产生的性状 它们是1比2比1 有三种性状 所以中间型遗传 它不符合孟威德尔的遗传法则 而负等位基因遗传 也不符合孟威德尔的遗传法则 因此所产生的和原来的显性隐性 并不一定相同 所以负等位基因遗传 也不符合孟威德尔的遗传法则 性隐遗传对男生女生 他们获得几率也不一定相同 所以性隐遗传也不符合孟威德尔的遗传法则 而多基因遗传 只跟显性的数据有关 而跟显性的基因位置 不没有绝对关系 所以这个也不符合孟威德尔的遗传法则 因此不符合孟威德尔遗传法则的有4个 所以第8题 猪的答案 第9题 下列有关各种生物技术应用方式的叙述 何者正确 A 科学家可以利用细菌的子体 将特定的基因带入人体内进行表现 A 这个是错的 所有的各种生物技术都不能在人体上进行 所以科学家不能把细菌的子体把它植入人体内 所以A 这个是错误的 B 将动物体内的蛋白质 如胰岛素植入细菌内 可以使细菌大量表现出该蛋白质 B 这个是错的 我们将动物体内植入的是植入DNA 而不是植入蛋白质 所以B 这个不对 所以我们在动物体内 我们植入的是植入DNA 这个是基因转植进行的 不是植入蛋白质 所以B 这个是错的 C C 限制酶的主要功能是保护特定序列的DNA 避免被其他酵素切断 C 这个是错的 限制酶的功能主要是切割特定的DNA序列 而不是保护特定的DNA序列 所以C 这个不对 Z 连接酶可以对不同物种的DNA进行联合 Z 这个是对的 连接酶也称为结合酶 它是把目标基因跟子体两个相连接 形成一个重组DNA 所以 连接酶可以对不同物种的DNA进行联合 Z 这个正确 1 限制酶和连接酶都必须在细胞内才能够进行作用 1 这个是错的 限制酶跟连接酶都是在实验室操作 我们将目标基因取出 将细菌的子体取出 然后分别做切割 最后再进行结合 都是在细胞外进行 而已 连接酶结合之后 形成重组DNA 才把它重新指入生物体内 因此 限制酶与连接酶 它们的进行操作是在细胞外进行的 所以 1 这个是错的 所以第9题 正确 只有Z 是正确 第10题 下列核酸分子的组成中 何者为当骨的DNA 因为DNA是属于核酸序列 它是属于去氧核糖核酸 我们根据含氮减基的数目 我们先看A选项 在A选项里面 因为A有35% T有35% 总之到A等于T C等于G 而且A跟G合起来35加15是50% C和T合起来也是15跟3550% 所以表示飘链跟密电各占一半 所以A这是双骨的DNA B 因为在B里面有A G C U 所以表示B这是RNA 可是RNA里面A占38% U占35% 所以A不等于U 而C和G两个数目也不相等 所以C不等于G 所以这个表示这是当骨的RNA C C里面含氮减基有A G C U 所以C也是RNA 但是A有35% U有35% 所以A等于U G有15% C有15% 所以C等于G 同时A和G加起来50% C和U加起来50% 表示飘链跟密电各占一半 所以C是双骨的RNA 猪 猪里面有A G C T 所以猪是DNA A等于A 可是A等于T 可是A有32% T有37% 所以A等于T 可是G13% C18% 所以C等于G 因此猪是单骨的DNA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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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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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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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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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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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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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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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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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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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9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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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10 这是原本的第一个细胞 可是一开始要先进行复制 所以复制完这时候两大两小 这是复制的图形 所以复制完之后形成乙的图形 然后开始简面染色体排列在中间 于是就形成了两大两小 在细胞中间排开来 然后仿垂师分别从左右两边拉开 拉开之后直接将简面染色体分开来 所以简面染色体分开之后 结果就跟原来相同了 所以简面染色体分开就形成了 左边一个 右边一个 而底下第二套 这个是左边一个 右边一个 第三套小的左边一个 右边一个 而第四套 左边一个 右边一个 因此就形成了两个子细胞 这是一个两个子细胞 所以脂细胞跟原来完全相同 所以只有丙这个 所以 有时分裂的过程 只有丙 这是最初 复制完变成乙 将二分体排列在中间 简面染色体左右分开来 于是又形成了丙 所以 有时分裂只有乙跟丙 两个图形 可是 甲是同样染色体拆开来 甲这是减速分裂 而丙跟物 这两个 是形成四分体 这个也是减速分裂 起将同样染色体分开了 所以起和根 这个也是属于减速分裂的 所以有时分裂 不会出现的图形 甲 因 物 起根 所以12题 A的答案 13题 若是成熟的雄性动物 生殖细胞在产生配置时 染色体的变化顺序 下列何者正确 13题问的是 成熟的雄性动物 可是它的生殖细胞 生殖细胞产生配置 正式在进行减速分裂 减速分裂的过程 一开始 先从丙开始 所以 一开始是丙 先有双套染色体 所以 先有两大 两小 所以丙 这是第一个图形 而开始先复制 所以第一个步骤 先复制 形成复制的减面染色体出现 所以 以 这是第二个 接下来 将同一染色体排列在中间 于是形成了四分体联会 所以这时候 中间四分体 两大 两小 这时候排在中间 虽可能是丁也可能是雾 所以丁跟雾这两个是各有二分之一的几率 可是 如果是丁的过程 分开来之后 因为 仿垂师 左右两边拉开 这时候 左边形成的 如果丁是两个白色的在一起 所以丁会变成几 而且 而且排在中间 于是 简面染色里分开 变成 只有一条白的 另外一条也是白的 可是 涂上最后 形成甲的过程 是一条白的 一条灰的 所以 一条白的 一条灰的 最后要变成甲 但是 甲是从根变来的 可是 这个根是 有白的 有灰的 所以 有白的 有灰的 这是物的图形 所以 有物就不会有几 因此 排列的顺序 先丙 再乙 然后 第三是物 物形成中间四分体联绘 中间凹陷之后 变成根 所以根是第四 根完成之后 简面染色体分开来 于是 变成了第五 所以 整个 简柱分裂 形成配置的顺序 丙 乙 乙 乙 甲 所以 丙 乙 乙 跟 甲 所以 13题 猪的答案 14题 已知 成斗症 是一种 隐性性癮 遇传的疾病 血型遇传 是一种 提染色体的 遇传 若有一对夫妇 老公的血型是A型 而且不具缠斗症 而老婆的血型是B型 并且具有缠斗症 则根据上述资料回答下列问题 14题 这对夫妇不可能生出下列具有何种表征的指代 从血型而言 老公A型 老婆B型 A型 A型跟B型 可能生出A型的血型 也可能生出B型的血型 而O型 AB型跟B型 这些血型部分都有可能产生 如果老公是IA小I 这是A型的血型 而老婆是AB小I 这是B型的血型 而A型跟B型 所生出来的子女 有可能是IA AB 或者可能IA小I 或者可能IB小I 或者可能小I小I 所以A型跟B型 可以生出各种血型的子女出来 所以产生的血型 可能A型 B型 AB型 或O型 这个都是存在的 而男孩或女孩 这个几率也各有二分之一的几率 所以 血型 还有男女生 这个都是没有限制的因素 可是 缠斗症 缠斗症是属于隐性的性年遗传 它是在X蓝色体上面 所以老公是正常 因此老公是正常的XY 可是老婆有缠斗症 所以老婆两个XX 两个都是有缠斗症的基因 所以我们打一片 表示有缠斗症的基因在 这时候所形成的子代 如果是男生 从爸爸身上拿Y 可是从妈妈身上拿X 可是X一定是有缠斗症的基因 所以如果是男生 一定有缠斗症 因此 不可能生出男孩 没有缠斗症的 所以 C 这个是不可能发生的情形 而如果是女生 从爸爸身上拿到正常的X 妈妈身上拿到的是X 有缠斗症的基因 所以 如果生出来是女孩 女孩一定没有缠斗症 所以 男孩一定有缠斗症 所以A 可能 B 可能 Q Q 女孩没有缠斗症 所以不具缠斗症的女孩 这个也是合理 A 不具缠斗症的女孩 A 这个也合理 所以这对夫妻不可能生出来的 只有C是不可能 15 会分配到两个不同的配子去 可是 此代有缠斗症 这个是缠斗症的 这是一对基因 可是 血型是另外一对基因 两对不同的基因 他们彼此可以互相搭配 而彼此之间没有关联 这个是 孟德尔的第二遗传 这是 孟德尔的第二遗传定律 我们也称为 自由结合律 或者 自由分配律 因此 第一对基因 跟第二对基因 它们之间的配置 没有关系 这是第二定律 不是第一定律 所以 A 这个是错的 B 此代是否有缠斗症 与其是否 哪种性比无关 此点符合孟德尔的第二遗传定律 遗传法则 B 这个是错的 因为缠斗症是属于性别遗传 而性别遗传 与性别有关系 男生与女生 他们发生的几率不相同 所以 这个和性别有关的 所以 B 这个是错的 C 若子代同时 具有 IA 和 AB 血型的等位基因 这两种表征 会同时表现 尺寸称为不完全显性 C 这个是错的 IA 跟IB 两个都是显性基因 因此 如果 IA 跟IB 同时存在的话 两种表征会同时表现出来 这个我们称为等显性遗传 所以 C 这个是错的 主 残兜症的基因可能位于Y染色体上面 主 这个是错的 因为题目说老婆是残兜症患者 所以在老婆的体内没有Y染色体 因此 他一定是在X染色体上面 所以 主 这个是错的 1 老公的血型基因可能为同性核子 或异性核子 1 这个是对的 因为题目只说老公的血型是A型 可是A型有可能是IA IA 或者IA 小I 所以 这两种血型都是A型的血型 所以它可能是同性核子 也有可能是异性核子 所以 1 这个是对的 所以 15题 正确的 只有1 是正确 新开始的路经常是狭窄的 但它经常是延伸与拓宽的前奏 便这段话与您共勉 我们这个单元就到这里结束 是